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小蘭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艾如初見裡面的一個小觀念喔 就是有關於戰鬥力,這個戰力的部分 那我相信很多玩過類似有戰力的遊戲的朋友們都會知道 戰力其實是一個,它就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它其實並不能夠絕對性的代表你的這個角色機體的整體強度 或者是你加你的寵物的這個整體強度 它算是一個大方向啦 但大家在盲目追求戰力的同時 千萬別忘了,戰力是有可能虛胖的 那戰力這件事情當然非常有助於你在找就業工作的時候 因為獅子品上面常常會看到 可能掛蜈蚣,需要12萬戰力以上 那打個什麼海盜之王,需要13萬戰力等等的 這樣子的東西 那當然你要尋求就業的時候 可能需要把這個數據弄得好看一點點 也是情有可原 但是秉除了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要知道的是到底哪些東西是真正能夠讓自己變強的 那前面所提到的戰力的部分 這邊就可以首先先用這個方式跟大家測試一下 我目前的這個戰力值是122602 那可以看到的是這個 這個是這個JJ的時裝嘛 然後這個的話是上一旦的祈福的裝備 其實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這個 暗夜精靈是比冒險者套裝的強度來的高很多的嘛 這是高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其實你只換上這個冒險者套裝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戰力值是完全沒有動的 但是你的強度是有往下掉了 就當我換上了這個暗夜精靈之後 我的戰力是完全沒有動的 但很明顯暗夜精靈加上去之後 我們整個人是有比較強的一個情況 那同時的話呢 今天的主要要講的是在寵物的部分 寵物駐戰也是一個提升你戰力 或者是提升你真正強度的一個重要關鍵點 那我們先記錄一下 目前的這個 戰力是122602 然後我的這個血量是23992 物理攻擊是1830 那來到助戰的地方 大家在選擇這個助戰寵物的時候 往往呢 你就是選擇助戰冒險職最高 可能你之前練到一半的寵物等等的情況 那可能就是像我現在這樣子 放著四隻要用了之後 剩下的就點著過去了 但是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 寵物在助戰的時候 它能夠真正帶給你的效益 是你在點上去這裡 所給你的這個屬性加成 比如說像是這隻六階的這個 叫做怨靈娃娃 它能夠提供你的就是150的生命上限 15的魔法上限 5的這個物理 以及魔法攻擊力 然後像這個史詩一階的 他家的東西就比較少一點 只有50的生命上限 以及是9的魔法上限 那大家都記得剛剛的數值嘛 那我們現在這邊把這5隻全部換下來 我們如果轉而去攜帶 5隻10階的染色寵物的話 你會發現說我的戰力掉下去了 我的戰力現在剩下12萬0665 少了2000多的 2000左右的一個戰力 但是呢 我的血量變成了24613 我的物理攻擊力變成了1869 加了大概600多滴的血量 以及是 約莫是30幾點的這個物理攻擊力 那差別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你可以在這個位置點進去會發現 因為藍寵在階級夠多了之後 他所提供的這個基本屬性加成 是遠比其他的寵物 低階的高級寵物來的弱不少的 所以說呢 在你沒有要強求要增加這個冒險值 增加你的戰力的情況的話 助戰的位置是要放越高階的越好 那實測起來的話 差不多如果你要放 要比10階的藍寵好的 差不多要紫色的要大概在8到9階 這邊的話才會比 這個藍色的這個10階的好 那金色的史詩重物 因為我沒有那麼高階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測試給大家看 這邊就是跟大家大概講一下下 金色的應該是要7階左右吧 7到8階左右才能夠 提供像這樣子的一個加成 那這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戰力有可能是虛胖 他不一定能夠真正反映你的 真正整體強度 這也是像剛剛裝備一樣 都是體現出來的 因為他計算戰力的方式 可能就是一點物理攻擊力 他可能是兩點戰力 那一件金裝他可能就是1000戰力 同樣的問題一樣是反映在這個齒輪上面 就是像齒輪他可能兩個磁條 然後五等兩等的這樣子的磁條 他可能就是固定3000戰力 那可能比較好用的 就是對你來說真正有用的 這樣子的齒輪 他可能是三等的 但他只有一條 他可能就是加1200戰力 但實際上你可能會因為 替換到了真正的 真正需要的這個齒輪 你可能降了1500的戰力 但你的實際輸出可能多了5% 或甚至是10% 也不一定 所以說大家在追求戰力的同時 也千萬不要忘了 哪些東西是可以真正提升你的 那這支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喜歡影片的話可以訂閱我的這個Youtube 之後如果有任何的發現 有任何的想討論的東西 或者是資訊都會在第一時間 去跟大家去做分享分析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